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從昨天早上9點就在這個地方 經過24小時的一個活動 叫做葉俊榮教授 批判葉俊榮部長拒絕南鐵東以審議的朗讀會 那在過去的這24小時 我們就選了幾本葉教授的著作 這些書籍以及文章他們其實都非常強烈的傳送一個訊息 就是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 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行政程序法 以及這個行政程序法裡面 有一個程序叫做行政聽證 這個必須要完備才能夠避免行政濫權 然後造成人權的侵害 甚至傷害的公共利益 造成銀私舞弊 然後呢貪污腐敗 但是當我們看到葉俊榮教授 他變成葉俊榮部長的時候 他的所作所為卻完全不一樣 法律界以及學術界社群界 都對於內政部強闖南鐵東以案的都市計畫 然後不給我們這些老百姓一個卑微的訴求 我們要求行政聽證這樣的訴求 都表示非常大的批判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 葉俊榮教授 葉俊榮部長 他緊急去通過了一個叫做行政聽證作業辦法 但實際上面 在這一年多以來 台灣所有的老百姓去跟政府要求行政聽證 卻完完全全被葉俊榮部長給拒絕 現在輪到南鐵東以案的土地徵收了 去年的時候他說 南鐵都市計畫不辦 是因為行政程序法還沒有剛制定 我們不想要吵吵的去舉辦 言下之意好像土徵的時候他就要舉辦 但是現在進行的土地徵收程序 在上一次的會議 他們卻做出了說 本案 老百姓已經陳述 這些委員已經知道爭點在哪裡了 所以不需要辦行政聽證 這是第一個結論 第二個結論他們說 因為老百姓所提呈的證據 鐵工局那一天的會議上面是完完全全沒有辦法辯駁的 所以這些委員要求鐵工局要補資料 補我們去質疑這個案子 我們有列一個表格 包含他的徵收面積 拆遷面積 他的交通安全 然後他的施工的安全 交通的影響 經費供給住 等等 他們要求 委員要求鐵工局必須要補這個資料 然後才召開第二次的審查會議 但是在一個多禮拜以前 我們收到這個會議紀錄的 這個會議的決議的時候 沒有多久我們就收到了這個會議的通知 這會議的通知就是今天 那我就跟他們要鐵工局的補充資料呢 結果我一看 鐵工局根本就沒有回答任何一點 不是說亂回答或者說謊喔 他們根本就沒有回答 我們那一天列的表格裡面 所講的那些真點 這不就是違反了他們的決議嗎 但是他們還是讓他召開了 我們長期以來 我們都把土地徵收誤導 政府都故意把它誤導 誤導成只是金錢補償的課題 我們在學術界 講的也實在是非常的羞愧 我們在學術界也配合了這樣的問題 我們認為 土地就是一瓶多少錢 一瓶多少錢 我們忽略了 土地其實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家園 土地是他們生存的依靠 土地是他們人性的尊嚴的一部分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今天如果沒有經過一個正當行政的程序 就剝奪他們在憲法上所保障的基本權利 這如同是在判處他們死刑 如同在判處他們死刑 但我要問各位 他們又犯了什麼樣的罪呢 我們希望台灣社會能夠警醒 能夠深刻的一個了解 土地徵收 土地絕對不是只是金錢一瓶多少錢 那是對於財團而言 對於那些派系他們為了要賺錢 而且他們炒作了不是自己的土地 他們拿這些善良老百姓 拿他們的土地來進行炒作 來順行他們的目的 但是我們的政府呢 我們政府站在哪一邊呢 本來一個站在我們這一邊呢 來保護我們善良老百姓 根據憲法來保障我們的 我們的政府竟然卸責了 不只卸責他是站在財團 站在派系那一邊 協助他們來剝奪 站在各位前面的這些人民 他們的基本的生存 他們的土地 他們的家園 我們在不久以前 才看到媒體有一個報導 某內政部不具民官員 在審查會議之前就說了 本案完全符合公共利益 所以不需要舉辦行政規政 都還沒有審 他們就會做出這樣子的一個評價 那我們也聽到消息 通過我們的朋友 我們知道今天他們是 就會把他闖過去的 但是沒有關係 他今天政府要殺人 可以弄任何的方法 弄任何的藉口 但是今天把他闖關過去了之後 我們接下來還仍然會繼續抗爭 而且會激烈的抗爭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案子的真相 完完全全的揭露